好,我们这节课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python当中的运算符,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算术运算符 在这儿去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在程序里边呢,进行一次演示 算术 运算符 那这个算术运算符呢,也就是我们在数学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些符号 算术运算符,主要呢,是由下边的几个 第一个,加号表示加法,减号表示减法 兴表示成,斜杠表示除,这是加减乘除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百分号,这个表示球模或者说取 与 然后再一个就是斜杠,这表示取整 取整,那我们常见的这个算术运算符呢,就这几个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去定义几个变量 比如说A等于12 然后B等于3 然后带来一个C等于7 那这时候呢,我们来去进行一次运算 比如说printA加B 运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输出的结果呢,是15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加法运算 printA减B 再来,那输出的结果呢,就是12.39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减法运算 再来printA乘以B 再来运算 结果呢,结果呢,是36 那这个是我们的乘法运算 再来print A斜杠B,也就要A除以B 那最终得到结果呢,是4 这是我们的除法运算 除法运算 再来,printA 百番号表示取 那假如说A对C取 它表示什么呢 是12 磨上7 商几呢 商是1 余顺是5 那这个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得到结果就是5 那这个呢,表示这个 呃,取 与 结果为 5 也就是得到的是余顺 再来看一个 这个 哎,假如说,鞋盖鞋盖 对7取整 它这个表取的是什么呢 取的是这个商 来大家运行一下 那商几呢 商的是1 这个表示取整 它可以和我们这个百分二来对应的去计 比如说百分二取的是这个结果的这个余顺 而我们这个 鞋盖取整呢 取的是这个结果的这个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算数运算库 更多资源 请关注Python专栏 微信公众号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获取更多资料 就算了